還閃電門口一群人聚集 結果下一秒突然一名男子 怒氣沖沖的跑上前來做事打人 朋友見情況不對 趕緊把人架開 但衝突一觸即發 不要再好休啊 待會兒不叫車要來啊 你如果是朋友改了 台灣的修理會斷 你的修理怎麼給我車廟 你下來啦 男子屈屈激動 好幾名員警都快架不住 他只好使出蠻力 把他手腳壓制 另一名男子則是頭被打破了 趕緊用衛生紙來止血 因為騷擾他被人用菜刀砍傷 而砍人的是他 這個鞋子 等一下來吧 等一下來 我這邊要做 鞋子是現行犯 坐在餐桌前 被員警上銬 以現行犯押上警車 他就是這間海產店的老闆 地點發生在高雄星星 11號凌晨12點多 激利路上的這家海產店 發生暴力事件 而被打的是32歲的劉姓 跟40歲的潘姓男子 他們都是海產店的常客 這次跟朋友同桌飲酒 老闆桌邊打招呼 結果疑似在禁酒過程不愉快 雙方爆發口角衝突 老闆因此情緒失控 衝去廚房拿出菜刀回砍 酒醉的朱姓老闆 部門店內同桌酒客的講話太多 自雙方發生言語的衝突 先以酒杯砸傷其中一名酒客 廚房拿取菜刀 砍傷第一名流星的酒客 都是酒精惹的貨 老闆這一衝動 不但把熟客打傷 自己也掛菜 還因此攤上了殺人未遂 跟傷害罪 直接被扭送警局 TVS新聞 武獸龍高雄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